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我们的理念是以教导牧养宣教来到荣耀神光明的国度 今次我们讲的内容就是早期教会历史的简介 就是他的故事,仍然在讲神的历史 这个内容就放在宣教专页里面 当讲教会历史的时候,就会讲到七个时代 其实也是启示录里面的七间教会 包括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瓦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家 我们进入这个题目 好了,《史图仁传》第一章里面说,耶稣跟他们说 抚平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传地和撒马里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史图仁传》第四章 冒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警戒人、劝面人 因为时候要到了,人必厌凡纯正的道理,以朵法养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并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紧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力的职份 在希伯罗书第十章说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毁谤,遭到患难,成了弃境,要众人观看 一边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看出那些被捆锁的人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亦是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了勇敢的心 全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令到你们行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 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要来的就来,并不迟疑 只是二人必恩信得生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我们上一节就讲到新约时代教会历史 就是包括了有早期的教会 有中世纪教会 近代教会和后现代教会 那我们今次就讲早期的教会了 就是公元的30至590年 那这里就横跨了有几个的时期 包括第一个时期就是史图的时代 第二个时期就是前尼西亚的时期 跟着就是后尼西亚的时期 所以要记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这件事就是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 就是在公元352年的 就是那里有一个这样的大公会议 所以在这个大公会的前和后 就分别了有两个时期 而在后尼西亚时期怎么划分呢 其实因为后面就有一个教皇的时代 就是公元590至1517年的 所以这里就作为一个结束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 就是前尼西亚时期 和后尼西亚时期 其实早期教会的时代 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在早期的基督宗教 又称之为初期基督宗教 其实就是指耶稣死了之后 使徒开始传播他的教义 就形成了初代基督教会之后 好了 这个就是使徒时代 其实就是耶稣死了之后 復活 然后就是圣灵降临 开始了使徒的教会 一直都是去到整个公元的100年的 一直到325年的第一次来西亚大公会 之间这段时间 就是基督教形成的最初期的阶段 而一般又被区分为 就是使徒的时代 和前尼西亚的时期 讲到使徒的时代 公元的100年 其实呢 看新约的圣经内容 就大约都已经知道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福音书 史腾传 普罗书信 普通书信 约翰书信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这个公元8年 其实呢 要划分他任难 其实中间呢 就是一件事 就是耶路撒冷大会 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呢 其实就是有福音书 和史腾传1-15章 就讲了这一段的历史 福音书就是讲耶稣的生平 史腾传就是讲耶稣受死复活之后 使徒就建立了使徒的教会 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就有保罗的书信 和其他的书信 在圣殿备毁之后 就有使徒约翰的书信 大概到公元18年 这个整个的时代就是完结了 其实这一段的时间 可以称之为是以忽所的时期 启示录第二章 写信给以忽所教会就说 那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走走的话 我知道你的行为牢碌忍耐 也都知道你不能用忍恶人 你都曾经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解释他们是假的 你亦都能忍耐 曾经为我的名牢苦 并不罚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扎给你 就是你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 是从哪里堕落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将你的灯台从圆树下去了 然而你做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慕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个其实都是我所恨慕的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意的就应该听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当中 生命树的果子似给他吃 那接着就是第二个时期 简单在这里讲 就是前尼西亚时期公元100-325年之间 有哪些重点是要留意的 我们之后再慢慢讲 首先就是有教父的时期 然后里面有一个多样性 有很多不同的异端出现了 第三个重点就是开发圣经的正典 第四就是他们其实是经历着很大的迫迫 启示录第二章里面也说到 是美娜教会就是说这段时期的 就说了 那个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就说了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腐足的 也都知道那个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 毁谤话 其实他们并不是犹太人 而是撒旦的一回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将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监里面 叫到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无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 声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义的都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了 接着就是一个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 就是公元325年的 我们都是之后才会用专题来说这件事 但这件事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它带出什么是叫做正统 过了这个大公会议之后 就是后尼西亚时期 就是公元325年至到590年 590年时就有教皇的时期 在教皇时期之前 其实有四个非常之重要的事件 包括第一个就是 君士坦丁大帝 令到这个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 第二就是有一个信条 第三样东西就是有正典的出现 第四样东西就是有修道的主意 我们之后也会用专题 就是说尼西亚的时期 那这段时期 其实也是别加摩的时期 启示录第二章 就写上给别加摩教会 这个有两印尼劍的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柏 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给你 因为在你那里有人 信从巴兰的教训 这个巴兰曾经教导巴兰 将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製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 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 若果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们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意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并赐给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的名字 除了那个领袖之外 无人能够认识 这个就是早期教会 公元30-590年 其实简单来说 分了三个时代 就是初代 第二就是受苦的时期 第三就是国教的时期 这张白色的就是供大家方便使用 另外这张也是 整个早期教会的时期 包括司徒时代 前尼西亚时期 和后尼西亚时期 那好了 那今次呢 就是讲到这里先的 我们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 和留下做作性的留言 订阅旁边的钟仔 按了钟仔 之后就要启动通知功能 就可以接收我们的罪化资讯了 好了 今次呢我们讲到这里先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